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上分学员小桃 熟悉我们这个频道的CEO都知道 我们这个频道有一个常驻嘉宾 他就是安娜旺和安娜旺背后的团队 他是彭博的美国总经济学家 他和他的这一个团队 今年为止对于CPI的预测 对于美联储的预测 对于经济的预测帮助到我们非常多 整个2023年算是红色的 如果我们对于整个宏观数据 有一个非常好的把握 这将会非常大的程度上 帮助到我们在美股这一块的交易和投资 今天我想通过他的一个采访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这个团队如何看待接下去 经济的趋势会不会进入一个衰退 通伤的趋势能不能回到2% 他们认为美联储能不能实现软着陆 和最后为什么他们会预测 上一次的美联储会议 会对于降息的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他们的这个预测是市场里面极少数的声音 猜对了这一次美联储的态度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好吗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在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先要进入我们的点赞环节 各位CEO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坚持为大家做日更的动力 欢迎大家点赞归来 先来看一下今天资产价格的走势 三大指数今天是标普和纳指领涨 道指今天是在横盘 美元和美债市场这块 今天美元在横盘 两年期美债收率也没有任何的涨幅或者跌幅 今天TLT出现了0.8的下跌 最后是今天的板块走势 大部分的价值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下跌 公共事业今天是领跌1.2% 与此同时今天那些科技板块出现了上涨 特别是大科技 今天前七大科技股上涨了1.3% 除去七大科技股之外 标普500只上涨了0.3% 然后我们来看昨天一位观众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问的是 如果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是为了人为压低长期利率 反过来说缩表会提高长期利率 也就是说如果未来美联储缩减缩表这个速度的话 那将会导致常债的价格上升 TLT等的价格也会上升 这个思考是不是正确 这一段话的逻辑其实中间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主要是在概念上的一个理解 首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确是人为压低了长期的利率 这一点完全没有错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美联储在缩表是不是就意味着会提高长期利率 其实这个答案是并不一定 传统意义上的缩表也是美联储现在正在做的缩表的这个行为 并不包括向市场上直接去抛售出长期美债 如果说美联储有抛售的这个行为 那这将直接会导致长期的美债收入率上涨 因为抛售的这个行为会导致价格下跌 自然就会导致利率上涨 而美联储现在所做的这个QT行为 只是让手里倒债的这一部分美债 他们不再向市场上重新购入 什么意思 美联储购买美债 其实就代表美联储是美国财政部或者美国政府的什么债权人 而现在美联储借给美国财政部的这一笔钱现在到期了 美联储说我不再继续借给你钱 所以你要把这个钱还给我 所以美联储的这个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市场 完全不会美联储只是把美债的这个凭证还给美国财政部 然后美国财政部把钱还给美联储 但是美国财政部的钱哪里来 今天如果美联储在缩表而手里倒借的这一份美债不再继续把钱借给美国财政部的话 这时候美国财政部就需要重新进行举债的这个行为 向市场的其他参与者去进行融资或者借钱 而美国财政部举债的这一个期限可以是长期美债也可以是短期美债 换句话说Qt会不会影响到长期美债收入的上涨 取决于美国财政部到底是去举长期美债还是去举短期美债 通常来说美国财政部的举债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分给短期美债 长期美债中期美债 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财政部公布他们最新一个季度融资计划的时候 他们特地把融资的这一个比率比较偏向于融资短期美债 为什么 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一个多月前10年期的长期美债去到了5%以上 如果美国财政部再不对自己的这一个融资计划进行改变的话 那将有可能会把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推到更高的一个位置 所以量化宽松或者Q1确实是人为压低了长期的美债收入率 但是QT或者说缩表并不一定代表长期的美债收入率就一定要上涨 因为在长期美债这一块是不是会有额外的供给取决于美国财政部的这个融资计划 但是有一点没有错的是 如果美联储在缩表就代表市场里面少了美联储这一个买家 而需要去寻找其他的买家 至于这个额外买家是短期美债的买家还是长期美债的买家 取决于谁 取决于美国财政部的融资计划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说未来美联储缩减缩表的这个速度的话 是不是就一定代表长债的这个价格就会上升 或者说利率就会下跌 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它再举的极限一点 就是如果接下去美联储停止缩表 那是不是就一定会利好长期美债 这个答案肯定也是并不一定 如果说美联储手里的美债到期 而这时候美联储完全停止缩表的话 这就意味着到期的这一部分美债 他们要向市场上重新去购入 而购入到底是长期美债还是短期美债 取决于美联储的决定 所以虽然从字面上的理解去看 一个是量化宽松 一个是缩表 一个是QE 一个是QT 看起来是一个反应词 但从实际的一个操作去看 因为这两个操作并不一样 所以导致的这个结果并不是完全相反 然后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 今天有两位美联储成员出来 试图想要去调整市场 对于接下去降息的这个预期 第一位是Gooseby 第二位是Masta Gooseby大家要知道 这一个人是所有美联储成员里面 最隔牌的那一位 所以最隔牌的那一位 今天也出来说话 他说I was confused 我非常的疑惑 对于市场接下去 降息的这个预期感到疑惑 他说我们美联储的内部 并不会对于未来 偏揣测性的这一个政策 去进行一个讨论或者说争论 我觉得这几位美联储成员 还是在玩一个文字游戏 上周三报告的一个原话是 我们已经进行过讨论 用的是一个discuss 然后Williams出来说 我们并没有讨论 并没有discuss 今天Gooseby出来说 我们并不会针对降息的这一个政策 去进行一个debate 去进行一个争论 其实无论他们用什么词 目的只有一个想要去调整市场的预期 同样的今天另外一位美联储成员 MASTA 他的用语相对来说 稍微温和了一点 他说市场是a little bit ahead 稍微比美联储的这个预期激进了一点 他说下一步美联储要做的 并不是讨论降息 而是讨论要把隔夜利率保持在高尾 应该持续多久的一个时间 如何去理解今天两位美联储成员的发言 Nick今天发了一条推 在他的这一条推下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问的非常的好 这个人问道你觉得美联储的这个pushback是不是认真的 Nick的一个回答 他说我怎么想根本就无所谓 重要的是市场怎么想 如果说接下去通胀的数据还是继续保持在低位的话 特别是核心的PCE 那美联储想要赢得和市场之间对于降息预期的这个斗争就变得非常的难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二口但是讲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以前和大家分享过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 无非是对于经济增速的这个预期和通胀的这个预期 就好比鲍威尔自己所影射的 没有关系 市场的参与者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这一套预测 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预测 最后我们看谁是对的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安娜旺在四天前所接受的一段采访 采访的这个连接我会放在留言区里面 这一段采访的内容包括了为什么他们判断在上一次的美联储会议里面美联储的内部会对于降息进行讨论 包括他们对于接下去通胀和经济的预期 好吗 我就挑一些重点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 他认为鲍威尔的鸽派态度非常有可能会帮助到他们进行软着陆 他们的这个观点 其实我是完全认同 我记得在90月份的时候 应该有和大家分享过 我认为如果美联储提早放鸽的话 有利于或者会帮助他们进行软着陆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理解 为什么11月份的美联储会议 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 属于相对偏鹰派 因为我觉得美联储如果想软着陆的话 没有必要那么的鹰派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说之所以我们预期美联储会讨论降息 是因为数据在10月份差了非常多 他指的这些数据全部在贺皮书里面 贺皮书反映的是 美联储底下各个区域对于自己区域内部经济的一些调查 然后爱他旺说10月份的贺皮书是非常非常的差 贺皮书出来之后 你发现美联储的成员开始对通胀继续放缓的这个趋势 感觉到更加的自信 并且他们开始更加担心经济 比如Chris Waller就在贺皮书出来之后 他说想要让通胀的这个增速继续放缓 总有一样东西要被牺牲 所以在安娜旺和他们这个团队的视角里面改变美联储看法非常重要的一组数据就是10月份的贺皮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通胀 安娜旺说到之所以美联储会变鸽派 因为会议的那天早上出了PPI数据 而CPI数据加上PPI数据 基本就可以直接算出月底所出炉的PCE数据 所以那天早上美联储的各位成员手里就已经有了最新的PCE数据 虽然11月份的CPI的核心增速仍然是在一个0.3%的一个相对高位 但是如果把CPI结合PPI的数据放到PCE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得出11月份的PCE环比仅仅只有0.03% 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增长 所以他们修改了SEP的点证图 报告在记者招待会里面的确有承认说 在美联储会议的当天 在那天早上有几位美联储成员因为早上的PPI数据 然后对于SEP里面的点证图进行了修改 然后安娜旺有提到核心PCE里面最重要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6个月的年化数据 在我带大家分析每一次CPI数据的时候 我一直和大家强调 我们需要去看环比3个月的年化和6个月的年化 不要去看同比 同比因为一个技术效应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如果根据11月份进来的数据 他们预期到2024年的3月份 核心PCE6个月的年化将会接近于2.2%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预期3月份的时候 美联储就会进行第一次降息 但是关于通胀的这最后一段路 就是从3%的通胀压制到2%的通胀 他们预计6个月的年化在3月份降到2.2%之后将会反弹到并且稳定在2.7% 然后他在那一段采访里面还做了一个预测 他说他预期在两年后美联储的内部会进行争论 为什么要给经济那么大的一个压力 只是为了把通胀的这个目标从2.7%拉回到2% 所以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的两年里面 美联储会针对是不是应该把通胀的这个目标定在2% 或者修改这百分之的这个目标进行讨论 最后关于经济 他仍然认为经济会进入一个衰退 10月份的贺皮书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区域显示出持平或者降低的经济活动 越来越多的人去竞争同一个职位 公司用裁员来控制员工数量 然后接下去他讲到了一个重点 他说衰退的开始并不是什么雷曼时刻 衰退通常都是从就业市场慢慢开始 他和他的团队特地去看一下以前的贺皮书 去看一下以前在发生衰退之前 贺皮书里面的调查到底是怎么样去描述当下的一个经济情况 然后他们从贺皮书里面发现在经济衰退的初期 美联储都发现劳动力市场非常的紧坐 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有两个原因通胀会导致衰退 一个原因是美联储自己造成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突然的石油危机 我们都知道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有滞后的这个影响 然而货币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影响是最最滞后的 一般是反映在18至24个月之后 而通常当衰退开始的两到三个季度之后 我们才会看到企业大量的裁员 所以紧缩的劳动力市场永远都不是软烛的信号 反而紧缩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衰退的开始 我们都知道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存在之后 所以接下去一段时间理论上来说 无论美联储做什么 无论当下的金融环境是更加的紧缩 还是说已经现在得到一定的宽松 都不可能影响到接下去几个月的失业率或者通胀 因为接下去一段时间的GDP也好 通胀也好 劳动力市场也好 是取决于在过去几个月里边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美联储软着陆成功的概率非常的低 因为他们必须要对于经济做出一个预测 然后提前去对于货币政策做出这个调整 而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整 在当时看起来一定是非常的不合理 就好比是当下 我认同艾难忘他们这个团队的看法 鲍娃尔现在的鸽派态度 非常有可能会帮助到他们进行软着陆 但是同时我也理解 有相当大一部分的CEO 可能会对于通胀产生一定的担心 只是我认为通胀对于股市这个影响 如果接下去变坏的话 我们有时间去做出这个反应和调整 好吧 希望可以通过今天他的这一段采访 可以帮助到大家对于整体的经济环境去做一个判断 留言区里边除了艾难忘的采访连接 还有富途某某的开户连接 针对各位加拿大的观众 现在只需开户且入金3000加币 就可以最高获得1520的福利 保底也可以获得110加币的福利 并且富途某某将在明年1月1日就会开通 RSP和TFSA的账户 在美国市场这一块 现在还是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 就可以总共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前段时间刚刚开通的闲置资金最高 可以获得5.1%的年化回报 大家需要好好地利用 因为接下去如果美联储开始进行降息的话 那这一个年化的回报率也将会随之降低 同时在美国这边我还需要提一下的话 如果现在在其他的券商转到富途某某的话 最高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奖励 最后的最后是澳洲市场这一块 现在最高也可以获得3300澳币的利息 年化6.8%适用于前180天 并且现在只需注册就可以获得一股AMC的赠股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找到开户的链接 好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我们下期见 urin 也认 revelation 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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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